在水面上放船 你對水面上點右鍵就可以了 你不是要把船Q出去 你是要你先把他撿回來 他他他他他會沉到底下 我們要把他撿回來 好我幫你撿回來 大哥你油到底下的話 你沒氣你會死掉喔 你先把他撿回來 你有沒有看到你右上角多了一個泡泡 對對對那個泡泡沒了你就會開始扣血 那我幫你把船拿回來了 你現在要把他右鍵放到水面上 好那你就可以搭上去了 你要對他用右鍵搭上去 好那我們現在就出發吧 往你想要方向前進 行行行行沒有問題 你怎麼在蛇行阿 找一座島就好 對你一直往前走的話 一定會有一座島出現 等一下你是想要回去嗎 你是想要回到那座島生存是不是 沒錯 你一直往前行的話 一定可以遇到新的島嶼 因為我們現在設定這個 這是我們原本的島 我們要去其他島這個島太小了 你是不是很喜歡按著左右鍵 你怎麼跳下去了 回來回來回來 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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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上去了 那我們繼續出發 Shift不是奔跑嗎 在這邊Shift是潛行 這邊Control是奔跑 是跟其他遊戲比較不一樣 有沒有看到前面有一座島 我們可以在那邊靠岸 那就是我們第一個生存據點 Shift可以下船 團打掉是可以回縮的 你要不要敲敲看 拿斧頭敲 欸怎麼了怎麼了 你可以把它敲起來 回收資源 喔好回收到我身上 沒關係我幫你拿著 唉唷你怎麼開始在挖沙了 你想要收集沙子嗎 有貝殼嗎 麥克服還沒有貝殼 但是麥克服有珊瑚 啊對對對 你你學會怎麼做階梯式的那個挖掘了 輕輕鬆鬆 欸沒有問題你很棒 接下來呢 這邊有很多動物 你可以殺掉他 你可以獲得他們的肉 用劍或斧頭都可以 哼 我要拿生肌肉打他們 可以 會敲比較久就是了 啊真煩 喔有 那他有沒有掉一個東西叫羊毛 白色羊毛欸 可是他是方的欸 對他是方的 他可以做床 這樣子你就可以度過夜晚 但是我們有兩個人 所以我們需要兩張床 我先把合成台叫出來 我教你怎麼製作床 你看看你的背包裡面有沒有 看一就知道了 看一就知道了 嗯沒有啊 那你就再做一個吧 我們應該把合成台 放在原本的島上 嗯 那接下來床的製作方法 一二三放木材 四五六放羊毛 就可以做出第一張床了 哎呀羊毛不夠 殺給你羊版 好殺 我們要先找到羊 像這邊有一隻羊 行 那合成台再出來 欸小心喔 那隻怪物喔 唉唷 你可以跟他PK嗎 你拿劍跟斧頭都可以打他 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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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有兩隻 我幫你打一隻 好 他剩一點血了 換你收 你收我欸 哪人哪 哪裡啊 在這裡後面 喔好痛喔 好痛喔 哪裡啊 沒看到啊 他 對 幹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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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的 喔好 床可以等一下再做 我剛剛看到一個東西 你會需要他 啥呢 你看到這邊這個 你可以用那個 石頭的十字鎬 挖這東西 這東西是鐵 然後後面那個黑黑的是煤炭 你需要用那個煤炭來燒鐵 真的是複雜 他就是一個 非常 生活像的遊戲 他就是 還是有一點邏輯在打 雖然東西都是方的 任何需要燒的東西 都需要他 你想要把食物烤熟 也可以用煤炭 這麼燒 我們也可以用那個 木頭燒成木炭啦 但是 欸你可能會比較沒有那個 耐心 嗯 很好 你要想辦法堆上 或者是 挖十字道路上來 哎呀我現在也掉下來了 好啊我必須上去了 我覺得我快死了 工具人 新新新新新 我們現在上來 我現在要教你做新的東西 合成台 老樣子 你身上有夠多的石頭嗎 石頭 我有12個鵝卵石 除了 無以外的地方 全部放上鵝卵石 你就可以做出一個熔爐來 有 有 那把熔爐放出來吧 然後熔爐 它會有兩個方塊 跟一個大的方塊 下面那個方塊 是放燃料用的 你可以把煤炭放進去 上面可以放要燒的東西 你可以把 噢 骨頭不能燒 它可以燒的話 它就會開始運作了 呃花也不能燒 你可以放鐵或者是 食物 生的食物 食物 或是鐵 欸對它就開始燒了 那我們就會有食物可以吃了 and and 我們要等它那個箭頭 跑到最底端 它就是 烤好一樣東西的意思 喔 速度有點慢 所以我們可以多做幾個熔爐 這樣子可以同時運作 可以把煤炭分到旁邊去 你可以開始燒你那個鐵 把鐵放進來 呃鐵 不是花 對鐵 我也需要吃一點東西 你右下角會有一個飽食度的東西啊 你吃東西就會飽 飽了之後 血就會恢復 你剛扣的血就會恢復 你剛扣的血就會恢復 你怎麼在吃生的東西 欸 忘了 我們已經 我們已經有烤爐了 我們可以吃健康的食物了 啊 那如果裡面已經有燒好的東西 在那個大格的話 你要把它拿起來 不然前面的東西不會燒 喔 欸對好 那你現在有鐵了 所以我們可以來做盾牌 我們先做盾牌 這樣子你可以防禦 這樣你可以對付很多怪物 合成台 8的地方放鐵 嗯? 哪個鐵 喔你後面有怪物 你要反擊 你要反擊 對 打他 揍他 現在開始晚上了會出現怪物喔 你砍怪物的時候啊 你的那個 螢幕正中央會有一個蓄力條 那個蓄力條到滿的時候 砍出來的傷害是最高的 喔 對對對 啊 沒事沒事 我幫你傳過來 因為今天 這是剛開始 所以我有幫你 做那個設定 你的裝備還不會掉 但下次的話 你可能就要 減裝備了 好我幫你TP過來了 繼續進行我們剛剛的作業 來 我們來合成我們的盾牌 8的部分呢 我們要做那個 挺 然後794562 我們可能要轉移陣地喔 又有殭屍過來了 這次 來 攻擊他 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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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被他摸到的話 他就會攻擊你 然後又有一隻殭屍過來了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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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回來了 你又可以對付他了 對 砍他 然後不要讓他靠近你 他靠近你 他摸到你的話 你就會受到傷害 但是 你攻擊的距離比較遠 所以你可以打到他 然後不被他傷害 然後 會越來越多 哎呀我的媽 哎唷 哎唷 沒關係回來 繼續打敗他們 這次我幫你 好好好 那因為這邊實在不安全 所以我們轉移一個陣地 好 我先幫你把那隻幹掉 揍他 揍他 這個綠色的東西 會爆炸他傷害很痛 好多泥土 對你可以收集這些泥土 那我們 可能要先 找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我們先轉移陣地 好 先幫你收集一下東西 因為現在晚上了 在外面生存很不安全 會有這種綠綠的怪物出現 然後那綠綠的東西 你可以太高近 他會爆炸 他爆炸會很痛 就會像這樣 喔 好 那我們先不用管這些 坑坑坑坑的東西 然後 哇 怎麼那麼多苦力怕 哎唷 那我先到比較安全的地方 再傳送你過來好了 欸不是啊怎麼又有怪喔 我的媽也 我操 因為現在是晚上 晚上會有怪 那我現在該怎麼辦 我們現在 要想辦法睡覺 那我先幫你 製造一個安全房 我等一下再把你傳送過來 好 那那 就是 隨便找一個地方 挖出一個洞 就可以做一個臨時的安全小屋 怪物進不來 然後你把它變全暗的 煤炭跟火把 加在一起 可以變火把 可以變成造明物 有煉光的地方 不會生出怪物 哎唷 哎唷 你打他他就直接掉 我們今天再來教你最後一量東西 那我們就結束今天這一回合 就是你剛剛做的床對不對 欸有嗎 欸你還沒做床嗎 啊對你還沒做床 那我們來做床 來這邊有合成台 在那邊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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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這邊 我知道他看起來 變得不一樣了 但他是合成台 四五六放羊毛 一二三放橡木 有了 好 好 那接下來呢 你看天色還是暗的嘛 對不對 你先找一個地方把你的床放出來 喔 喔好 放那邊也是可以啊 那我現在先切換模式 因為 好我現在不在你身邊 但是我看著你 你現在可以對床點右鍵 你就可以躺在上面 對 然後你就可以睡覺了 然後你就可以度過夜晚 欸 你 欸對 你度過夜晚了 早上的時候怪物會燃燒 你不去碰他們的話 他們會自體死亡 好就是這樣子 好我們就先這樣吧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啊苦力怕不會燃燒 苦力怕在追你 訂閱汪汪 按讚汪汪 托托鈴鐺 追蹤汪汪 覺得棒棒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銀色拍獎 耶